為什麼會一直在走我們家 沒有我們家不行嗎 呼籲我們的前市長 鄭文燦前市長現在是行政院的副院長 可以出面要求交通部停止這樣擾民 這樣子不斷的在幾乎是霸凌 不只是擾民是霸凌 我們這些航空城反破圈居民的 這樣的變更案都已經定案了 請不要為了別人想要被徵收 又重新來把他們的家園又徵收回去 錢沒錢啦 沒房子啦 不然怎麼辦 補償費還沒拿到 沒有他現在交錢狀先拿錢款 後款那些全部都還沒有拿到 那貸款多少 那個根本就不敢見 跟我們徵收收差不多10萬多 10萬 變成說你現在營造成本要13萬多 至少 那我們現在美平的話 我們要損失那麼多 這個因為我們家人太多 十幾個人在住 所以你們總共幾個人住 12個 以前14個爸媽還在的時候 這幾年爸媽過世 本來是協力不好 就打零工而已 有做有錢沒做就沒錢 所以說我們大家生活都很絕機 所以換了市長有沒有比較好 市長有要做 可是現在中央好像有一點點不配合他 中央不配合 對啊 他當市長說要跟我們補助比較提高 可是好像銘行局這邊好像說 卡到清費的問題 好像沒辦法提高還是怎樣 一直說要提高到14.7 14.7到現在也不知道準了沒有 也不知道 他在中國我們拿38萬人錢 還有哪裡 他去包圈那一年拿8-10萬 詐騙集團拿了1,40萬 那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會把他騙起來 你怎麼會把他騙起來 你不不明白 我也不知道 啊撿回收 啊撿回收 啊我他被詐騙集團還不敢講 我真的是現在問你才知道他被騙了 他第一欧買 你第五月嗎 我第五月 沒有申請件事 現在所以 現在所以 所以人家主要他們的帖都拿了 我要自己找個帖 我找個帖 因為我是外人 所以說我要去問 他們說要等我等到最後 等到最後才會拿到那個地 我們去三階段 我90那邊他們很可惡 我還有 我的李明住那邊 結果他們把我那個路燈 都切斷了 我如果過去都沒電 但是 征收區的航空城 航空城 對但是我現在有申請復電 我有跟他們說一定要復電 要不然很危險 因為那裡有一間土地公廟 會躺在那裡 很危險 萬一裡面有問題 車子也進不去 平點一定要提高 不能讓我們負債 那我們這子孫很可憐 再來我要故意就是 我真的是 真的希望我們的市長 可以下鄉來 對跟我們一起到我們的徵收區走一下 因為你沒有親自下來 你無法去體驗到說 徵收區這個地方 你看 台書五線坐下來 烏煙瘴氣的 然後停留在這邊的老人 真的是很可憐 他們不是不出去 真的是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 對就是希望市長跟我們政府官員 特別注意我們這一塊 對 真的是可以 不是坐在辦公室裡面想 對 真的有機會可以下來走一走 我們主委裡 跟我們海口裡 真的是重創區 其實你有發現 就是沒有錯 國民黨實證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抗議的事件 特別是跟土地相關的 OK 那民進黨的時候 這些新聞就會被壓下來 但是實質上 這實質上 這個不是我空口說白話 是政府資料顯示的 民進黨執政蔡英文的這七年多 是台灣有史以來 徵收土地面積最大 破千人口最多 而且是破紀錄 是比國民黨的時候 還要高非常非常多的一個狀況 所以民進黨愛台灣嗎 他一直在講說他要守土啊 你不要荼毒台灣人就好了 他事實上是在殘害台灣的 然後這些被破壞的人 又沒有發生的管道 還要被抹黑 明白這整件事情的人都知道 那些老闆 同一輩徵收老闆 其實被騙的啦 因為他們不知道徵收是什麼回事 他們就是相信了政府 好不好 OK然後後來就鄭文燦 莫名其妙就當上了那個 市長嘛 就選上去 結果呢大批的攝影人士就撤 撤 撤 就不跟他抗議了 就不抗議了 好不好 國民黨的時候 這一群人都抗議 然後國民黨呢 民進黨上任的時候 大家就撤 不抗議 然後呢 我們那時候要去幫忙 其實也沒辦法 因為老百姓就已經 被養成一種習慣 就說啊 你一定要來幫我做什麼事情 我才能抗議 所以那時候老百姓本身 然後可能也有些攝影人士 在幫忙去 去喬事情 所以呢 那時候老百姓的抗 抗爭的那個意向 也不是那麼高 然後就一直到最近 最近因為真的要去 把房子拆了 然後真正去看到那個 你到底真的可以 領到多少錢的時候 傻眼啦 然後就發生了一些事情 像是剛才那個美玲姐 坐在那邊過那個 蔡美玲一開始哭倒 事實上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個悲劇 因為它剛開始的時候 它是被畫出去的 然後鄭文燦上台的時候 又 而且是聖口 又把它畫進來了 我知道它是貨大徵收 對 所以就是 本來被畫出去 抗爭老半天被畫出去的地方 然後鄭文燦現在要下任了 又全部給它畫進來 所以 它當然是 而且它還得癌症 它是癌磨的 所以 其實它很痛苦的 OK 然後其他有一些老百姓 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 他們 最主要是那個 覺得那個補償 太低嘛 嗯 那我要講一件事情 你看看那個老百姓 在抱怨說 他家那個 那個房子三百萬嘛 是吧 對三百萬 結果又被 炸電集團騙走了 對然後呢 你看過我家的那個照片 哇你家好漂亮 兩層樓 而且那個是 真是非常精緻 168萬補助而已 168萬 所以老實說 那時候 桃園老百姓就請我過去 幫他們看這個案子 有關徵收人 徵收價款的那部分 我看了之後 我的心裡面 在淌血 在淌血 因為 它這個地上物的補償 事實上是每個地方政府 定的標準是不一樣的 平點機制不太一樣 對 台南基本上面 應該是很低的平點 是他們的二分之一左右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左右 好可憐 所以台南人真是被 政府當作賤民來處理 同樣的房子 他手手的補助你們的錢 有些人就 然後還要抹黑你 然後就拿著錢就走了 是 你下載中天新聞網APP了嗎 我想和你分享一個 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很關鍵的理由 民進黨關中天還不滿意 還想管制網路 鉗制言論 消滅所有反對的意見 台灣絕對不能只有一種聲音 請立刻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就多一份力量 保護去 等一個下載 報道 多一個下載 海報 很多下載 財政 趴 有 在